兩位老師暗中較勁 大家其實看我們節目 看這麼多幾年 你們都可以感覺到 高老師跟唐老師之間的暗中角力 很明顯多了 就是說如果我們請來的 男特別來賓 剛好是他們的態度 那你們兩個的那種 你知道 除了表現風情之外 專業 還有你知道那種眼神 有的時候 他是可以肢體封住 你比較倒楣 對 沒關係 我可以眼神接觸 你容易被第三者介入嗎 嘴巴最典型的一個 就是在這嘴巴的角落這邊 我們叫口角 口角的地方 它如果有痣的話 這種通常都是第三者介入 是非非常多 稍後告訴你哪些人 容易遇到第三者 你能和心底和平共處嗎 表面和平 暗中實力 還是有嘛 對 這個還是有暗中實力 但是表面上看到這個 對方就是 你今天氣色不錯 滿好的 你們感情聽說也很好 等等的 這樣 沒有 我還是會說一下的 等等為你揭曉答案 只要收看今天的節目 你就有機會得到 必寫保平安的幸福開運 機會難得千萬別轉台 來喔 開窗人生好風景 時來運展任我行 大家好 我是李明依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 開運鑑定團 先介紹姚元昊 張俊平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紅衣服的是 君平 藍衣服的是元昊 那他們兩個人呢 現在正在參加這個 甜檸檬啊 這個偶像劇的演出 然後兩個人在裡面 情敵喔 對 情敵 情敵還坐在那裡 沒有 私底下感情其實蠻好的 搶的是誰啊 搶的是誰啊 搶的啊 你們好像不想講 四角戀啊 四角啊 還有哪兩個女生 一個 湘婷 湘婷 還有一個是佑玲 佑玲 就跟這兩個女生 然後你們就四角 在那邊這樣子 好 今天呢 請這個元昊跟俊平 到節目當中來呢 我們知道呢 按著他們兩個 在劇中的這個身分 對 所以我們也 剛好呢 搬上這個螢幕 告訴大家 事實上呢 像這樣子的情敵呢 見面分外眼紅 經常地發生在我們的 日常生活當中 請開箱 真的就是說 還是有的時候呢 好朋友歸好朋友 平常巴黎巴黎 真的出現了一個女性 然後都是兩個人 喜歡的那種類型的話 完蛋了 真的完蛋了 那種情況其實在日常生活當中 常常發生對不對 或是說兩個女的 假設說我跟高老師是好朋友 對 帥哥出現了 到底是誰要走在前面呢 誰要先約呢 對 因為會當中要怎麼表演什麼 你知道嗎 開始那種情愫就會 妹妹嘎嘎 對 暗中角力 對 你知道嗎 大家其實看我們節目 看那麼多集 你們都可以感覺到 高老師跟唐老師之間的 暗中角力很明顯 對不對 就是說如果我們請來的 男特別來賓 剛好是他們的type 那你們兩個的那種 你知道 除了表現風情之外 專業 還有你知道那種眼神 有的時候 他是可以肢體碰觸 你比較倒楣 對 沒關係 我可以眼神接觸 我先幫你們兩個問 你們兩個介意姐弟戀嗎 這樣子我講錯 沒有 我講錯 你們兩個介意移植戀嗎 就阿姨跟植子 這個不可能比較難 你比較難 那你可不可以 大阿姨 我現在很多小阿姨 沒有 不是小阿姨 不是大阿姨 不行 沒辦法 沒辦法 是因為目前這兩位阿姨 是令你們沒辦法嗎 年紀差太多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幾歲不行 十二歲 十二歲就不行啦 那老早就不行啦 好 我們就回到我們的主題 OK 好 你們各自喜歡的女生 條件是什麼 原浩你先講 你喜歡什麼樣類型的女生 這樣好了 你們兩個可以投其所好 對 喜歡什麼樣類型的女生 我覺得 都喜歡 你這樣太傷人 你都喜歡 你為什麼拒絕這兩位 你說 沒有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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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都喜歡 真的啊 就說你沒有很特別的類型 就是你是憑感覺的嗎 對 俊平呢 喜歡什麼樣類型女生 你有類型吧 我有啊 我比較喜歡高一點的女生 高一點的 對 然後長頭髮 長頭髮 對 戴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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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很多耶 戴眼鏡應該 真的戴 我沒有老話 但我玩到了 我也很累很累 戴眼鏡 你還戴眼鏡的女生 對 那要不要高高的 就 就我喜歡比較高的女生 瘦高高的 然後眼鏡很大大長的吧 瘦不一力 我不喜歡很瘦的女孩子 你不喜歡很瘦 我們喜歡你 你知道 對於我們這一群 還滿健康的 對… 女人來說 有男生這樣欣賞 是滿不錯的 很有眼光 對啊 其實不用 可以減肥 對 你又不願意接受 對 我並不是姨好嗎 小阿姨你就認得吧 你又… 對啊 你又有看我們節目 你又叫她不用減肥 你又… 果然…她是什麼做 在這邊亂調戲 果然就亂調戲 金星也在天蠍座 你看 她也要跟金星合相 所以是很桃花的 真的嗎 對… 就是那種寧可挫殺一個 不願意放掉一百 真的嗎 你可挫殺一百 真的嗎 你可挫殺一百 不願意放掉半個 對 她是那種的 是… 好 請問你們兩個 現實生活當中 有真的就是說 真的有碰到那種 被情敵介入過的情況嗎 友好有沒有 好像沒有 真的啊 對啊 都是剛好單一… 就是你的好朋友 巴哩巴哩 沒有跟你喜歡同類型 還是你就閃開了 就… 就是朋友的女朋友 就應該不會 自己不會想去碰吧 那如果是 還沒有變成女朋友 有沒有 那都有好感呢 你會退縮嗎 我會 真的啊 你聽到… 真的啊 你聽到別人喜歡你就算了 是不是 對… 真的啊 會 那你不是都便宜了俊平嗎 沒用的傢伙 沒有 不是 那女的是喜歡你嗎 對啊 那我只要跟她說送你 對嗎 那你只好接收了是不是 就是你還是要跟女生主動一點 你更明確的話你就… 對不對 對啊 那唐老師就是你了 唐老師 我不想照相他們兩個之間的那個美感 他們兩個沒在搶你 不要害人家有 好啦… 那俊平有… 現實生活中有碰到這樣的情況嗎 高中的時候吧 比較忙 也不是說情敵啦 就… 跟人家跑了 真的嗎 那很傷害很深喔 還好啦 還好 反正也不缺嘛 太驕傲了 太驕傲了… 太驕傲了… 好 我們要請教黃老師了 黃老師 你準備好了 黃老師 黃老師請教你一下 什麼人呢 他在感情的路上呢 他很容易被這個第三者介入 情敵註定比較多 我想用痣來表示 我們在臉上的痣 好… 我們在臉上的痣呢 就是嘴巴旁邊跟眼睛旁邊 比較屬於這種情敵的痣 因為嘴巴一方面是口角嘛 你很多耶 元昊 你看他 好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嘴巴的好了 嘴巴最典型的一個 就是在這嘴巴的角落這邊 我們叫口角 口角的地方 它如果有痣的話 這種通常都是第三者介入 是非非常多 一天到晚可能 不是直接退縮就算 有些人介入就退縮 這個介入可能兩個還要吵架 有爭執的 有爭執的 還有呢 一種就是在嘴唇的上嘴唇上面 上嘴唇上面這一邊 這一個字也是一樣 比較容易化是三角恋愛的事情 好 再下去呢 是到人中這個旁邊 嘴巴上面這一邊的 這個呢 它就是所謂的爭風吃醋 這一個字 這是嘴巴的 好 那麼嘴巴再看完呢 我們再看一下 眼睛四周的 眼睛四周也是 那麼眼睛四周的 確實不少耶 對啦 門後的字 門後的字 他的字 你看他進去看 要學那你就帥了 可是字真的不少耶 那麼這個裡面呢 首先最容易出現的 就是眼睛後面的 眼睛後面一般就是 那個所謂夫妻溝嘛 對 那夫妻溝那邊就 如果有字的話 就表示說來電錯誤 這個是我介入人家 不是人家介入我了 是我介入人家 這也是眉毛後面的 對帥哥比較好 眉毛後面的呢 是別人介入自己犧牲自己的 這種也算是一種 還有一個是眼頭 眼頭這個地方呢 在我們人家學稱為 叫夫妻座 夫妻座這個位置呢 是就牽涉到婚姻糾紛了 通常來說 這個第三角鏈不太好 會有婚姻的波折 這個就是蔡琴菜姊嘛 對 她在眼睛眼睛 對 她在眼睛眼睛 對 她在眼睛眼睛 那再來就是 我們看身體的痣 一個呢是胸前 就是我們胸 胸部的前面這邊 一個呢是腰子的旁邊 還有一個是大腿的內側 那麼其中尤其是大腿內側 大腿內側的這種三角鏈 通常是牽涉到色情了 不是純粹的戀愛了 這邊是牽涉到所謂的 有點交易了 到床上去了 這種的三角鏈了 整個這三個 都是屬於比較容易化身的 很有意思喔 好 那請教你們 如果真的 在你們的感情路上 插出一個成藥鏡 就是第三者 你會怎麼處理 我可能會退出吧 我會退出吧 你這是惹人脸 我覺得我會退出 對 你缺他幹嘛 你又不知道你們有 不行啊 我替他的女朋友著急啊 真的啊 叫他不要退出 人家還是會比較喜歡 對啊 你要拿出你模樣座的勇氣來 跟他搶回來啊 你為什麼會想退出 我覺得 假如自己的女朋友那 就是跟第三者在一起的話 差不多 也是自己很不好的時候了吧 所以我會選擇退出 那俊平呢 如果是你的 先把對方滅口 然後再 再說 俊平的身材是這樣沒錯 沒有啦 沒有啦 其實就看女的吧 看女的 對啊 如果她想要跟那個 就去啦 反正 可是明明是你的女朋友耶 在你的女朋友任內喔 在任內 去做國民外交喔 國民外交 已經做完國民外交啦 當然 那就把它 其實難得先殺完再殺女的 沒有教壞大小孩子 當然就是說 這個只是一個開玩笑的比例 但事實上她心裡面一定會很歐嘛 對 就人沒有那麼的 就是說 好啊 算了 算了 當然每個人的個性不一樣 但一定會很歐 尤其是自己的女朋友 對 臉子都掛不住對不對 我不是會輕易擾人 擾人家的小朋友嗎 對啊 我們知道也是貼貼座嗎 對 貼座真的不可能 不讓他們好過耶 好 那你曾經有這樣子 結果後來又把情人很成功 你們再搶回來嗎 俊平 對 不會 不會 因為已經把他們殺掉了 你們想誤會 都只能去拜拜而已 對 你還接下去 不能呼聲 千萬回也來不及 對 那 元浩 你前面就放棄了 你後面更不可能再等他 對 更不可能 那如果說是對方主動回來朝你呢 說不定還會接受 你還會再接到他 假如真的很喜歡他 連我都看不下去 我連我都看不下去 你不能這樣鬧我 因為他長得就是很讓人疼愛 那種很溫柔那種 可是不行 你要有個性一點 其實假如真的喜歡的話 會接受 那假如當時不喜歡 就不會再接受 對方如果帶一個小孩來找你 你也要 看狀況吧 看那小孩可不可愛 對 那小孩很重要 對對不對 那小孩很重要 我的小孩很重要 不是 就感覺上 你怎麼變成在推銷我 不是這樣 我還沒離婚 不要亂來 好 開一下小玩笑了 因為我們的難得 就在現場 三位阿姨級的人物碰到 碰到兩個小帥哥 我們總是心情有比較愉悅一些 我們來看我們的開運調查局 今天要跟大家看什麼呢 也就是情敵的工房站 最近會發生肢體衝突嗎 我們在做夢的時候 夢到 馬跑到我們的家裡面進去了 通常夢到馬是好事 但是馬跑到我們家裡面去轉 或者車子跑到我們的門裡面 就是跑到我們家裡面的時候 這時候它有一種暗示 就是說你可能明天後天 會有發生跟人家打架 肢體衝突的現象 稍後告訴你哪些夢 是暴力的征兆 下週8月3號到8月9號 我們來看一下 情敵星座有哪些呢 金牛座 金牛座的朋友 在下個禮拜呢 如果有一些會議要開請 盡量發言 你可以展現你的思慮的清晰 以及你的心的發想 另外一個呢是情敵座 情敵座的朋友 在下個禮拜呢 愛情運殘運都非常的好 恭喜你們 在打扮穿著方面呢 你也可以盡量年輕洋溢一點 而且女生建議你最好穿裙子 可以為你引來更多的好桃花 另外一個呢是摩羯座 而且所有朋友在下個禮拜 可以說事業運非常的好 這個時候呢 可以展現你的魄力 來做一些整頓 這個整頓 將會引導你呢 做更好的決策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情敵攻防戰 第一個 對啊是不是 就是 苦肉記我們來看一下 張可憐博取情敵的同情 有沒有碰到這種人 有 有嗎 尤浩一定有人用這個藉口跟你聊 對會 會有這樣說 他就比你苦一慘就對了 你看你調節那麼好 對 你眨個眼睛 不要說小女生 阿姨都跟你去 對… 你為什麼在意這個你說 你自己反而會那個對不對 會… 你覺得不好意思喔 真的啊 俊平你就不會了 我不會 我對情侶不會心軟管他的 對…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剛剛呢已經得到 兩個非常典型的人的 不同的答案 對… 我們現在就要請唐老師 來對號入座一下 看看呢 什麼星座的人呢 他對情侶裝可憐 最容易讓對號心軟 人家就 好啦… 妳就要衰 拿拿拿去拍 好 只有兩個火象星座的人 才會 你裝可憐 他還是會有點爽 那就是太陽晶晶在獅子座 跟射手座的人 他們的確也覺得自己很帥 他們也知道自己 把妹的這個技術很高超 所以如果你去跟這個獅子座 還有射手座的人講說 對啊 你條件那麼好 這算什麼 而且其實我覺得 他也沒有那麼喜歡你 然後怎麼樣… 你技術很高超 不然你教我兩招等等 這個獅子啦 射手啦 一時高興之下呢 很可能就會放過你這個小可憐 因為他們的確想一想 自己的天空是無限寬寬的 真的 我有遇到這樣子 其實我會發現說 我們一時會覺得很高興 可是我覺得對敵人那個心軟 其實對自己非常的殘忍 對 妳一時很高興 後來妳答應他之後 自己已經後悔了 對 沒錯 妳就一直等到現在 她十幾年先答應的 妳看 對 從妹妹到 對 小阿姨 妳看 就活生生的力 但她的確在當下 真的就是沒辦法 就一時就受不了這個奉承 對 然後一被奉承 也好 對 我是女王 我幹嘛 好 我幹嘛跟你在爐杯那邊 對 沒錯 結果後悔到現在 對… 好 我們再來看第二點 有錢喔 有錢的事情怎麼處理呢 用顯赫的經濟實力 給對方下馬威 我能給他幸福 你能嗎 我當場就買一部跑車送到 你有辦法嗎 會受這威脅嗎 俊平 不會吧 把他車砸 把他扯他輪下來 沒有啊 會喔 我會退縮 你… 你… 我真的會退縮 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 你什麼不會退縮 是因為我覺得這樣 你看 最重要他的經濟的能力之後 他能給對方幸福 但假如你們… 我憑假如是我沒有經濟能力的話 我憑什麼給對方 什麼樣的承諾 你比較愛他 你愛他 可是現實 而且你能力不要強啊 對 可是現實方面 你很會炒飯啊 你總有很多次 你總有很多次 每天都吃炒飯 他也對你 他又聽你女生 你女生也說 雖然我的炒飯很好吃 但我每天也不能只是 給你吃炒飯 對 也要吃吃牛排 就是說他也要過正常的生活這樣子 是 是 什麼新作的前提 會被對方的金錢公事給嚇到 結果就認輸 沒有錢 對 太陽金星位在巨蟹座 有摩羯座的人 他們就會… 對 就會對著所謂的經濟實力 這個東西 覺得沒有辦法 這個實力就是實力 尤其是太陽金星在摩羯的人 他們是那種階級觀念很清楚的人 如果對方真的是有錢人 這一點呢 他就是甘拜下風 而巨蟹的人呢 他們有一顆脆弱而敏感的心 太陽金星在巨蟹的人 你用任何理由都可以逼退他 那如果是錢這個東西 說真的 他自己也會很清楚 就是說 所謂的愛一個人 就是要給他溫飽 就是要給他一個大的房子住 要給他安全感 如果他認為自己 沒有辦法給你安全感 你要的是這個 那他也就說得心甘情願 可能搞不好以後呢 就會有點變態 以後要用錢去買另外一段感情 可是這一段呢 他絕對就是願讀不輸 好 那我們趕快再來看看 情敵攻防戰的第三下 來 用暴力恐嚇威脅情敵 武裝戒備來囉 兩個人有為情敵大打出手過嗎 沒有 俊平應該你 你沒有打過架 有打架可是不會為女生 不是為女生 對 雲昊你 我不會 我不會找人家打架 尤其是遇到大忙這種對手 更不敢 算了 好 我們來解釋老師 那麼什麼星座的情敵呢 面對暴力的時候 他會退出 他真的不願意跟對方硬碰硬 好 首先呢 就是愛好和平的天秤座 可是絕對是 你要用暴力 他會覺得 幹嘛這樣子呢 做朋友做到這樣子 很沒意思啊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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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好了 說不定這個時候 他就願意放棄來跟你搶奪對方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雙魚座 太陽金星在雙魚座 他會覺得暴力太可怕了 有必要這個樣子嗎 所以人家只要秀出拳頭來 那個太陽金星在雙魚座的人呢 可能他就會趕快 先找個地方躲起來 以何為貴 免得被掃到 對 免得被掃到 因為他很清楚 他這個氣勢上就輸人家一截 不要管他的身材是不是比較好 可是打架的時候呢 就是不夠狠嘛 不夠狠怎麼打呢 當然對方一步很嗆下樣 就可以把天平啦 雙魚的人嚇退了 那我們要請教郝老師了 我們也知道當然這個街頭 有的時候 經常出現一些暴力事件 對 是不是呢 我們在這個性質生活中呢 如果會發生一些肢體衝突 在我們的夢裡面 事實上是會有一些提醒的 對 有的 首先我們第一看一下 就是我們在做夢的時候 夢到馬跑到我們的家裡面進去了 通常夢到馬是好事 但是馬跑到我們家裡面去轉 或者車子跑到我們的門裡面 就是跑到我們家裡面的時候呢 這時候呢它有一種暗示 就是說你可能明天後天 會有發生跟人家打架 肢體衝突的現象 而這個現象通常常是因為 男女之間的堅情的事情 而跟人家打 好 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講 弩弦南上或者弓弦斷 不錯呢 是射箭嘛 它這個東西拉不起來 或者拉斷了 這通常在過去的講法 都是兄弟之間的問題 兄弟跟好朋友之間的爭吵 兄弟細強 對 手足相爭 然後再下去呢就是井 井呢如果是壞掉了或者乾掉了 這個的話呢 它的夢境代表意思就是兩個人在財產 公司也算嘛 公司的這個股權啊 家裡兄弟的財產這個多算 那最近不是都有那個 六個女兒要告媽媽呢 不過她能告並沒有打 不是屬於這邊的 那是屬於口舌官司的 官司的 好 再下去呢是泥屋衣服 就身體弄得很髒了 這種它應該是受辱 就是被人家罵啦 受不了啦 這種 面子掛不住 對的 好 下面呢 屋子裡面生草 或者倉庫裡面壞掉了 這種呢通常就是屬於 錢財方面的 引起的打架 好 最後床上有螞蟻 這個也是要打的 第二天可能要打的 這個因為是工作上的表現 一言不可打起來 對的 那這個是一個夢境 那當然希望大家 如果你記得的話 那你就提醒自己 不要太衝動 就忍一兩天就過 等換別的夢的時候再來 換 就是說 你夢到馬走進來的時候 你還先忍住 等到馬它從你家走出去的時候 你再行動 是 大概就沒事了 對不對 好 我們再來看看呢 還有什麼樣子的計謀呢 美人計 用什麼美人計呢 美人計這張應該比較好用吧 方琴笔介紹男女朋友 對不對 對 這招 元昊會不會使用 有好嗎 不會 不會 你反正已經退出了 我覺得他既然是我的情敵 我跟我來介紹女朋友 拿女朋友給他認識 可是你又要退出 可是我不會啊 我不會介紹 你不會介紹 不用小人露書就對了 我也不會介紹 俊平你也不會 對啊 跟他一定不會好 跟情敵當然不會好 怎麼可能幫他介紹女朋友 好 那請教一下唐老師了 是 這招對誰有用 對 這招對誰有用呢 記住了 這兩個星座 你介紹給他是有用的 那就是雙子座 雙子座 雙子座 我就知道 對 這兩個星座的人呢 會因為你的介紹 潛移默化當中 他嘴巴當然不會承認 他會告訴你 我對他的愛永遠不會變 你別想了 我怎麼可能變心 可是眼看著另外一個 經常打電話給他啦 或者是也蠻可愛的 身材也蠻好的啦 然後嘴巴也很甜啦 越聊越開心啦 就這樣 他就開始腳踏兩條船了 真的喔 這個時候他的戰力就減弱一半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的進步就慢慢奏效 如果你要安排的話 用我們天蝦座的方法 有一天就安排這一個 對 女主角 偷偷看他們兩個約會的情形 那麼這兩個星座的人呢 就完蛋了 記住了沒有 記住了 好 我們再來看第五 遠交進攻 又是什麼意思呢 嗯 就8月3號到8月9號 我們來看一下 情緒動員星座哪些呢 獅子座 獅子座的朋友 在下個禮拜 如果有很多事情是無厘頭的話呢 希望你用幽默感來解決它 因為說不定會有 峰迴路轉的可能性 另外一個呢 是處女座 處女座的朋友在下個禮拜 可以替自己安排一個小旅行 最好呢 就是離家不會太遠 但是又要開車的地方 讓自己放輕鬆一點 說不定很多想法會蹦出來喔 另外一個呢是天秤座 天秤座的朋友在下個禮拜 跟合約有關的事情 可是都非常順利呢 還有在專業上呢 如果你願意加強自己的努力啊 然後或者到圖書館去翻一些書 你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喔 我們來看一下 陰天星座哪些呢 模樣座 模樣座的朋友在下個禮拜 有一些事情呢 可能會讓你覺得 好像快要撞到瓶頸了 或好像沒有希望了 可是絕地大反攻的機會 就在這樣的絕處逢生的情況下 產生了喔 所以可以期待 另外一個呢是雙子座 客座朋友如果不期待太多的話呢 下個禮拜其實可以過得滿平安的 但是對你來說呢 不成功就是若有所失 所以不要對自己要求太高喔 我們再來看第五 遠交進攻 又是什麼意思呢 拉攏自己跟情人親友間的關係 親友應援團 對 對 你們談戀愛的時候 會跟對方的家人或親友維持很好的關係嗎 永浩 我會吧 你會喔 俊平會不會 會吧 就是認識久了 其實跟他家人 就會亂玩 對 那分開之後呢 分開當然就不會 不會再有任何關係 那如果說對方的那個媽媽請你幫個忙 想都別想 對啊 所以我們要來看一下喔 那什麼星座的人呢 他很善 就是說 他面對這種情敵來這一招 是 他就陣亡了 因為他完全跟對方的家庭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就是這個牡羊座 金牛座 水瓶座和天蠍座了 我們一定要講一下喔 牡羊座的人呢 也許他會跟對方 他覺得他在打成一片 可是事實上呢 他是那種很容易闖禍型的 所以其實對方的親友呢 他是那種越靠近 到時候人家覺得說 我女兒嫁給他 或我女兒跟他在一起好像不是很安全 所以基本上是越靠近越糟糕的那一種 那金牛座的人呢 如果跟對方的家族不是很合得來 他不會手動很勤 他也不會很主動去哈啦 也不會講漂亮的話 或者是講好聽的話 所以那一種給人家印象就是像木頭一樣 是比較木納的那一種 至於天蠍座是那一種 能不去你家就不去你家 去你家也是躲到你房間裡去的那一種 他只要去你房間 對... 所以對方的父母 看到這個天蠍座就覺得 這是不良少年 你從哪一眼 我問你 你看我筆還彈到那邊去 我問你 你是不是從來都沒有看清楚 我女朋友家的客廳 有 你少來 晚上出去找水喝 對啊 晚上蒙著眼睛這樣按摩摩出去找水喝 然後撞到他媽在火來睡 對不對 那至於水瓶座 水瓶座就是到人家家裡 好像到自己家裡一樣 沒打沒睡 對 有時候會有這種情形 然後躺在那邊 我爸爸回來了 不 不好 太自在了 太自在了 所以有時候人家也會覺得說 稍微有點沒禮貌 所以你們這四個星座的人 有可能就輸給情敵 很有禮貌或很會陰晴走動 或嘴巴很甜這一點上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 還有什麼樣子的方法 無中生有 怎樣無中生有 散步不時的流言攻擊情敵 對 這張不用白不用 真的嗎 唐老師馬上 KC座的女生的反應就出來 這張我不用白不用 對啊 講兩句算什麼 對啊 好啦 我們就來問唐老師 那你就說了 是什麼星座的人 不用這麼陰毒 等一下 我一定要 什麼星座的人會用這麼陰招 這麼不實的流言 去傷害情敵 我們把這個壞人抓住了 既然這個有點陰招 那當然是陰晴星座比較會用 那就是水象星座的巨蟹 天蠍雙魚其實都會用 都會用 對 都會用 裝可憐也好 或者是很主動出擊也好 或者是我聽到了什麼 趕快告訴你 我是為你好等等 基於這種理由 水象星座的人是會用的 以及風向的兩個星座 雙子座 天秤座 天秤座 這個你不是情敵 他基本上也是會 傳播這些謠言 對 心靈敏啊 因為多大星座 你們資訊管道很多啊 對 有時候你已經 不見得是為了要打退對方了 有時候就說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這個話呢 不是因為我要追你 也不是要破壞你對他的印象 而是因為 基於朋友的立場 我不忍心好不好 你一直說的就是 天秤座的侯老師說 我跟你講我已經幫你補過掛了 你跟他在一起不會幸福 我才幫你扇過命了 怎麼這樣 對 好啦 我們來看 我們要進行的是 我們的開運水堂測驗 那我們要看看就是說 從一個人他面對他情敵的 態度上面 因為我們剛剛很明顯看到 元昊跟俊平 他面對情敵的態度 完全是截然不同的 是不是可以看出他的愛情態度 我們請高老師來跟我們做一下測驗 好 其實愛情其實 如果是一對一 其實是非常的幸福 當兩個人 同時愛上一個人的時候 其實彼此 三個人都很折磨 所以這種對的關係 會因為你越愛這個情人 然後你會越恨這個情人 所以我們藉由這個 當你不小心一對一的時候 看到你的情敵的時候 你的反應是什麼呢 我們就可以測驗出 你的愛情態度到底是怎麼樣 好 當你一對一 看到情敵的時候 就是你女朋友或你男朋友 當時不在場 對 你的反應是 一 仔細地打亮對方 第二 用冷眼死瞪他 第三 盡量避開他 四 言語挑釁他 五 看對方反應再出招 好 選擇哪一個 元昊 三 三 盡量避開他 三 請問你在甜檸檬裡面的個性 是什麼 三 就是這種啊 差不多吧 他們是按照你的 他們是按照你的本性寫的劇情 你覺得是什麼 沒有 他在裡面劇情 他有跟我打架 他有跟你打架 因為已經受不了了 就是說被逼到不行 被壓抑到不行 所以才跟你打架 對啊 出來主持一下公道 對啊 忍不住了 好啦 那你喜歡什麼 好 俊平 我也想選的不在裡面 你想選哪一個 我應該會直接上去 先扁他一頓那頓 就是挑釁 那所以沒有的話 應該是先挑釁他 會 其實你就扁他了 你還挑釁他 你就不會讓他啦 對不對 我不太喜歡跟人家那種對罵 你覺得對罵太浪費時間了 太浪費時間 好可憐 反正是一頭牛的作風 對不對 一對一 而且女朋友又不在 我幹嘛不先打 我打 你渾身是傷在說 打完還要跟他說 我沒有打過你 好壞 大毛痕 不是大毛痕 大毛痕 好 潘老師選擇 我也是選三 三 儘量避開他 應該五 沒有 你知道 潘老師是儘量避開他 但是在背後散步流 你怎麼沒有那一條啊 你接著後面 還沒有 另外他之後再馬上繞過來 再下一條巷子 就已經在散步流眼 這樣子 真的 我從來沒有情緒 沒有 因為你也沒有情緒 你覺得很厭 潘老師你想跟雙王說 鬥嘴嗎 你們找死 你們自己已經知道了 好 潘老師 我是第五 第五 看對不對 好 來 看他怎麼樣 你跟我敲敲 我跟你敲敲 你扁我 我怎樣 或是你 要推就來推嘛 好 潘老師 我以前會盡量避開他 你以前 對 以前 就是很天平的說 現在是言語會挑釁他 言語挑釁他 對 因為我像變瘦 現在有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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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而且事實上高老師沒有錯 這個開運隨堂測驗 是每個階段 對 不一樣 所以你的心情 你的答案是會不一樣的 對 因為你每個階段 你的選擇不一樣 對 好 我碰到我的情敵 其實我是仔細的打量對方 我要看清楚你長什麼樣 看不完 對 而且你知道嗎 因為老外都滿高的 對 好 所以我是仔細打量對方 好 看看觀眾朋友 你的選擇是什麼 我們來看看 你對愛情的態度對不對 對 好 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就是當你看到情敵 尤其是一對一的時候 你會選擇第一個 就像Amy一樣 仔細打量對方的話 你目前的愛情態度是什麼呢 如何讓情人回心轉意 所以你要把這個五行用 接起來的話 就會源源不斷 長長久久 愛情綿綿長長久久 一般就是說 你的身上的貼件 或者你的睡覺的床 一定要五個都要齊全 下週8月3號到8月9號 我們來看一下 與天心作用 巨蟹座 巨蟹座的朋友 在下個禮拜呢 別人會覺得你好像滿古怪 滿孤僻的 所以我不管 我不管你的心情 如何的起伏震盪 但是人際關係 可千萬不要亂得罪喔 另外呢是射手座 射手座的朋友 在下個禮拜 特別特別要注意一下 交通的安全 說不定不是人家撞你 而是你去撞人家 這個時候 荷包可就要賠到錢了 我們來看一下 打雷閃電星座 哪些呢 水瓶座 水瓶座的朋友 在下個禮拜 可能會遇到一些瓶頸和狀況喔 對你而言呢 你很想突破它 但是又苦於無對策 所以這個時候 不妨跟朋友商量一下 否則一個人會悶出病來的 另外一個呢是雙一座 雙一座的朋友 下個禮拜比較 會被很多狀況給糾纏住喔 而且呢 這個情況可能是 有人對你有意見 所以對你扯後腿 這個時候 你可能就要看一看 到底得罪了誰了 可是我覺得 當你看到情敵 尤其是一對一的時候呢 你會選擇第一個 就像Amy一樣 仔細打量對方的話 你目前的愛情態度 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對於愛情 比較容易沒有安全感 那像這一類型的人 其實他是非常善良的人 那他很希望說 他的感情是很安全的 很舒服的 沒有後顧之憂的 所以當他覺得說 碰到情敵的時候 他要仔細看清楚 他為什麼要這樣傷害我 他會這樣仔細的看清楚 其實他內心是很痛苦的 好 那第二個的話 是因為我們這 大家都沒有選 對 當你看到情敵的時候 你會用那種死魚眼的 死瞪著他 就哼哼的用那個眼睛 把他瞪死的 那像這樣子 這一類型的人呢 你的愛情態度是什麼呢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他對愛情容易生氣跟憤怒 像這一類型的 他是屬於 就是他對愛情其實會覺得說 我剛開始會百分之一百的 對對方付出 非常非常好 可是當對方開始 對我不好的時候 會慢慢扣分 扣分到最後的時候 乾脆這個就不要了 好 那第三個呢 就是當你碰到情敵的時候 你是一對一 就是屬於那種 盡量避開他 像我們的那個 緣號 那我們看一下 他的愛情態度呢 對愛情容易因為愛 而暫時忍耐對方 其實他內心還是有憤怒的 對 還是有嫉妒的 你事實上對於你的情人 可能你還是有不滿 可是你都不說出來 你就一直忍忍忍忍到最後這樣 對 那會這樣 像這類型的人 他會說 隨著他開始不愛對方了 開始扣分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 我的容忍跟那種耐力 會越來越少 好 那第四個 就是如果你碰到情敵的時候 你會像我跟這個 俊平 大毛 用言語挑釁 或者直接扁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內心的那個 好 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的愛情態度 就是對於愛情 比較愛自己 勝於愛對方 根本就不是怎麼愛對方 事實上 你們是因為自己很優越 對 像你看 今天他都穿紅色 超愛面子的 現在大家都看得到 他其實很棒 他內心在長血 可是他還是要 我把他扁死 其實被打也很痛 對 好 就硬硬的那種 對 硬硬的 不管 對 好 那如果是像黃老師 或是觀眾朋友選擇 如果是第五的話呢 好 如果觀眾朋友 如果看到情敵 會像黃老師一樣 會看對方的反應 再出招的話 你的愛情態度會是什麼呢 大家看一下 對於愛情抱持著 學員不搶求 你這個年紀的人 你還要搶求是不是 對 所以我覺得蠻好的 高老師都會有 就長青組的答案在裡面 對 隱藏其中 對 的確嘛 因為你們比較沉穩 我覺得你們 因為隨著這個年歲的增長 你可能也有歷練 對 你的確不會說 像年輕人的時候 你就可以摸下去了 可能血氣荒缸 對 現在就沒了 現在看你要怎麼 我這麼怎麼 對 我至少我不要莫名其妙 被你引的結果我打你 我還被你告 對 對不對 就比較聰明 對 她會覺得說愛情強求來的 一定是好 學員比較好 來 OK 好 請教一下你們兩位 有沒有碰到就是那種人 是她可以跟她的情敵 有兩個人還 一起看電影 加持得非常好 有這種人嗎 應該還沒碰到過 對啊 還沒碰到過對不對 應該不會有人 應該不會有人 有沒有擺那 要不然就最多像你一樣 就算了 對啊 不太可能就 這樣 那我們還是要看看 是 真的還有人 可以跟情敵和平相處嗎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名 能和平相處的是誰呢 表面和平 暗中實力 還是有嘛 對 這個還是有暗中實力 但是表面上看到對方就是 你今天氣色不錯 滿好的 你們感情聽說也很好 等等的 好妙啊 還是會說一下的 這個還滿有風度的 那就是 煎餅座 煎餅座 她就是那一種看情況的 如果你已經打 這很典型 當年的那個憲哥 對 跟詹仁熊 還可以一直一起做解釋 對 一個就是天秤 一個就雙子也不囉嗦 好 所以天秤做的 她還可以維持表面的和平 真的可以喔 其實私底下呢 她是心裡在躺血的 她也會實力的想要把它挽回 挽不回 可是至少她面子做出了 給對方也給自己 我們看第二名是誰 戶不侵犯 公平競爭 太實力了啦 是 所以這個時候呢 她看到你她也不是躲你 她就是不理你 但是呢 也沒有必要跟你 一對一的硬碰 這個就是 水瓶座 這是精子之爭啊 所以水瓶座的人呢 他們就是屬於這種 可以跟你在同一個空間相處 她也不會說 看到你就很生氣 然後我要離職 我要幹嘛 不會 也不會跟妳挑釁 我們來看第一名 誰這麼厲害 身負未定 何必難堪 這就是你剛剛講 詹仁熊的心座 詹仁熊 我就知道 真的 我們雙子之後 不會採取那種場面難堪 對 沒錯 因為呢 最後露死誰手還不知道 對嘛 而且說不定 我過了不久 我也不想這一個了 讓給妳也沒關係 我還有很多機會 所以我們幹嘛在這個時候 撕破臉 大家難看呢 所以如果是這兩個在爭的話 真的 我們已經活生生看過一幕 這個例子很清楚 很經典 對 而且 第一名是雙子 第二名水平 第三名天平 很明顯就是風向星座的 沒錯 也只有風向星座才能夠這樣子 好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 她真的要離開你 你會用什麼方法挽回她 劉浩 我覺得真的要離開的話 就讓她走吧 你從那到尾都讓 你知道從節目一播出到現在 你們幫我索索我幾個 唉呦 我就 她只要一回到就 唉呦 看不下去 對啊 她都願意走了 她願意走 她很隨緣 劉浩 這個我可能跟她一樣吧 你不想挽回她 她已經一情別戀 我就覺得沒有必要 妳要走 她是基於善意的理由 基於廢胎 沒有 有废胎 沒有 她明明是覺得 已經是個废胎了 對 但是當然還是有很多觀眾朋友 事實上因為 畢竟在一起長久啊 還是有感情的嘛 所以很希望說 不管怎麼樣 中間有什麼過程 算了啦 我願意挽回你 那我們在節目的最後 我們要請黃老師 教導我們 什麼方法 可以讓我的情人回心轉意 我現在今天介紹的 第一個方法是 目前在台灣的國中生 高中生在用的一個方法 但是我覺得這所有的方法 基本上是對方要喜歡你 才有可能 對 如果對方不喜歡 你怎麼讓它回心轉意 這怎麼樣也不可能 所以我介紹的是一個 剛剛講過 國中生 高中生 他們如果回文針 回文針的回 把它折成心的形狀 剛好就是回心 老師好年輕喔 這個方法 這個回文針回心 對不對 回心轉意 然後這個回文針 對方的新的形狀 你可以夾一些東西 對方當時在跟你認識的時候 一定會有一些照片也好 對 紀念品也好 任何的東西把它夾起來 放在我們的身上 或者枕頭下 當然也可能把它放在他那邊去 也可以啦 如果可以 那就彼此回心回心 回心轉意 第二個呢 是我從日本的那個 最近的年輕的女孩子 學來的一招 就是你要送那個男孩子 這是女孩子專門用的 送那個男孩子 在還沒有離開之前 要送她一招 學拔子 就是我們從皮靴的學拔子 去她家 乾脆替她家擺一個在她那邊 因為呢 皮靴這種東西 或者靴子這種東西 看起來是不重要 實際上是你每天很貼心的東西 直接扎根 你每天要去摸它 要去動它 如果它真的有意思的話 它摸到你送她的學拔子 它會 又會回來 這是日本的女孩子用的方法 第三個是我們 不順暢是陰陽五行不通 金是水 水是木木 生活 火是金 五個一直在那邊轉 如果中間少了一個 少了一個的話 那中間斷了 所以你要把這個五行 又接起來的話 就會源源不斷 長長久久 愛情綿綿長長久久 那麼就是說 你的身上的貼件 或者你的睡覺的床 一定要五個都要齊全 這五個的話 你可以用材質 可以用顏色各方面配合 那麼再講一下 如果這是金 就是要白色或者金色 木的話就是青色 那麼水的話是藍色黑色 火的話是紅色 土的話是黃色 譬如說你整個你的臥室的布置 你例如說 隨便舉例 你的床是木的 木頭的就有木了 那麼上面的這個被單 或者是枕頭套 可能是黃色系列 那麼地板 或者說你的地毯 可能是深藍色系列 然後你的窗簾 可能又是紅色紅花的系列 反正就每一種 剛好只有五個都要齊全的話 它在我們生命中 就源源流轉 它比較不會斷掉 它會再 如果就是斷掉 趕快補回來的話 可以 那我們身體的也可以 身體呢 在以女孩子來講 她的這個領巾 或者衣服 鞋子 皮包 皮靴 這些東西重要 五行都要齊全的話 比較不會說 把這個事情中斷了 能夠再把它補救回來 好 那這節目的最後 我們要提醒大家 我們黃老師出書了 因為很多人呢 都來問我們說 這個黃老師怎麼不來出書 出囉 居家開運好風水 這本書呢 裡面呢 就教我們大家 你可以很簡單的 在這個書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 雙層床久住不一樣 我隨便唸幾張 就是我們在節目裡面 有教過大家的 臥室不可有兩扇對外的門 我在美國家就是這樣 你們要跟我一樣 吃這樣的例子嗎 不是 我幹嘛翻到那頁 真討厭 好 我再翻一個 財位的布局 對於你家裡面的財位的布局 那這個書呢 我們要送給你 你要打我們的開運熱線 打我們的開運熱線 我們就送給你 居家開運好風水 黃優甫老師做的這個書 另外呢 我們還有開運鑑定團的 開運平安言 也要送給你 也是一樣打我們的熱線 打我們的語音熱線 就可以送給你了 好 詳細的留下你的地址跟電話 很快你就可以拿到囉 好 我們今天節目呢 進到這邊呢 非常謝謝元昊跟俊平 謝謝柯老師 謝謝黃老師 謝謝唐老師 謝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